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调查中却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正在进行的核武器计划 这与很多美国官员预期的结果大相径庭 瓦莱利的丈夫乔是一名外交官被委托在非洲调查当地是否向伊拉克贩卖浓缩油 而其结果也与瓦莱利一样毫无发现相关迹象 随后乔在纽约时报发表了社论 详细阐述了他的调查结果 没想到却引发了一场极其激烈的舍战 瓦莱利也受到了致命的牵连 他的特工身份很快被泄露给了一名华盛顿时事记者 他在海外的工作变得寸步难行 甚至危及到自身和同事的安全 家人朋友也无法承受的离胎而去 面对工作和生活即将崩溃的边缘 瓦莱利不得不忍辱奋力站起 以单薄的身体对抗这一切背后强大的阴谋 一个在政治游戏中成为无故受害者的弱鱼子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如何对抗整个国家机器 但是在这场以夫妻从不解到误会 再到奋斗在一起的政治批判大题材中 由于缺少了对这个本该强化的女性坚强角色的塑造 反而弱化了整个世界的批判力度 就说这么多吧 喜欢的朋友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会